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和你們分享一件小日事 我覺得我做了一個動作之後 最近好運了很多 還有一些小橫財 我想和你們分享究竟我做了什麼呢? 我將一個好像現在 你眼前看到的白色的櫃 其實我原本有兩個這些櫃 我扔了一個 其實原本這兩個櫃 是放在我家中間的走廊的位置 即是房間和房間之間的走廊的位置 放了這兩個櫃 令到走廊窄了 但是我之前放了很多書 即是書本 還有在櫃上面 放了很多護膚品 化妝品 或者支旅面膜 即是子女 各有各買了很多這些 放在上面 但是又用不到那麼多 你會發覺上面堆了很多雜物 下面的書架放了很多書 之前都發覺很多書 放在上面 經常都不看 其實堆了很多很多雜物 但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用 又不看 我覺得好像又阻礙了走廊 令到走廊又窄了 於是我就想丟掉那兩個櫃去 我放了一個櫃之後 就發覺舒服了很多 因為走廊多了空位 出入廁所的時候 都不會比較窄 但是另外這個櫃都還沒有丟掉 就是因為我放了一個櫃之後 都要安置那些東西 有時候有些就丟掉 即是裡面的東西 有時候有些就丟掉 但是有些都還未捨得丟 但是我都騰空了空位之後 就發覺運氣就好了很多 所以我就想和你們分享 就是如果你們想好運 很多時候你們就收拾一下家 還有就是把一些經常都不用 或者是真的經常不用的東西 要麼就送給人 或者是賣了它 或者是丟掉它 這樣你會發覺你的運氣就會越來越好 那你都可以不妨試試 那好吧,今次我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頻道 還有我歡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